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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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關米星 看完11集的浪漫輸給你之後 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啊 一則喜一則憂 這集霸道總裁司徒傲然 終於上線展開狩獵行動了 但楚楚真的就像我們上次影片講的 他竟然從白蓮花轉成黑玫瑰了 我因為看這部劇 就徹底被端木清風給圈粉 畢竟又高又帥又溫柔又體貼 這樣的男生誰抵擋得了 但是這一集奧蘭也加分好多喔 我好難選喔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我想先分享一下奧蘭跟清風兩人 對小恩的情感轉變 清風在角色設定上心思細膩 觀察力強 身世又溫柔 當他初次見到小恩撞上總裁的反應 就發現這個女孩肯定跟其他人不一樣 從對小恩感到好奇有趣 進而在相處過程中慢慢喜歡上她 她與小恩之間像朋友像戰友 她對小恩的存在就像是大哥哥一樣 在她身邊守護她照顧她 跟司徒奧蘭比較起來 清風算是先擁有自我意識 偏離言情小說出設定 先愛上小恩 但是以偶像劇來講 愛情沒有什麼先來後到啊 男二幾乎都是這樣的設定 通常也最吃別 就是不管你多優秀 女女角永遠不會愛上你啦 司徒奧蘭在頭銜上直接就開門見山 跟你說霸道總裁你壞壞了 即傲嬌霸道愛面子又有點幼稚於一生 但故事走向 男主角肯定會在角色心境上慢慢轉變 遇到女主角就開始學會 變溫柔 變體貼 變成熟 不知不覺愛上女主角自己都不知道 而女主角通常不管男一男二多優秀 都會喜歡男一 因為這是命運 上集小恩跟奧蘭終於吻上了 可以看得出來奧蘭是在情不自禁的情況下做出這個舉動 這邊也暗示我們奧蘭也喜歡上小恩 我很喜歡11集開頭兩人分別獨自回味這個吻 帶給他們什麼樣的感覺 奧蘭自言自語反覆思考這邊有點反插萌又非常可愛 最後得出的結論竟然是因為 鄭小恩喜歡我所以我親他 這個真的超級爆笑的 可以看出編劇用心安排這個橋段 讓偶像劇不是老梗的 對我就是直接愛上 另一方面小恩因為拿到女主角的光環 開始出現小說女主角都要經歷的過程 被霸凌啊被陷害啊 而熟悉眼小套路的她總是可以化解危機啊 但偏偏敗在楚楚身上 我看到許多網友討論 小恩這麼會防 卻防不到楚楚 但正是因為信任楚楚 所以才沒想到會是這樣啊 題外話 有時候傷害你最深的人 也許就是你身邊最親近的人吧 我想應該就是這個道理 小恩被楚楚潑水關在廁所後 看到此時畫面跳到現實世界的春天 打開廁所門後看到小恩 這邊我還以為小恩回到現實世界了 想說這個門是兜拉艾夢的任意門嗎 這麼厲害 但很快的我腦海閃過韓劇 The King 永遠的君主 如果你看過這部劇的話 你會發現同樣是以穿越為主軸的戲劇 兩個平行世界中會有影像交錯重疊的處理 但在The King 當中並沒有特別解釋這塊 在浪漫書給你這邊 目前給出的線索也不多 我目前的推測是 會不會編劇是要告訴我們 現實世界跟言情小說世界有某種程度的連結 例如說是不是有一個機制啟動後 能夠自由地穿越兩個世界 或是兩個世界的人物其實就是同一個人 這邊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分享 青夢在這集說的幾句話讓我越來越好奇 他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為什麼他會對傲蘭說出 男主角沒有發揮空間啦 小恩受到欺負時 還說出不應該是這樣的對待 有網友提出 青鋒可能是作者本人 或者是小說主視角角色 我覺得雖然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我還是想要提出幾點我的疑問 假使青鋒就是作者本人的話 那麼為什麼他無法贏得小恩的心呢 為什麼初次見到小恩 會這麼驚訝他像異世界的人 為什麼不知道 誰書雞啊 蚵啊真啊 是什麼 所以我暫且不往他是作者的方向想 我覺得比較像是他本來就是現實世界的人 最早就穿越到言情小說裡 因為意外 失去記憶等等 我猜測現實世界的人 可能才會擁有自我意識的覺醒 這樣也能解釋賀天行就等於司徒傲蘭 他們三個人可能在現實世界裡 因為某種機制的啟動 就分別穿越到言情小說裡 在這裡因此展開一段三角戀曲 但最近一集來看覺得青鋒好暖喔 也覺得好可憐喔 感覺已經被判出局了耶 他已經明白小恩心中只有傲蘭 而他似乎也提醒傲蘭要好好守護小恩 感覺已經慢慢接受這一切 阿我的小恩配咧 接下來後面要演什麼啊 但感覺又不是那麼簡單 再來如果青鋒真的是作者的話 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他能改變小說裡的劇情走向 但他無法改變鄭小恩所帶來的化學變化 因為偶像劇總是會把女主角設定成一個變數 一個你無法掌控無法捉摸的存在 真因為這樣的突出 所以男主角群們都會愛上他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讓我陪你失眠 這邊我想要誇獎一下瑞雪把這個角色演繹得挺好的 從一開始的初初可憐到最新一集的黑化 我覺得他的眼神詮釋得還挺到位的 真的讓得很討厭耶 我在想師徒莫蘭跟賀天劍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現實世界的走向好像跟言情小說緩緩相扣 從預告來看 莫蘭感覺很恨傲蘭 他們之間有什麼樣的糾葛呢 而初初我想他就是個拿到女二的劇本 家境不好父親又生病 本來可以屬於他的總裁 因為小恩的出現像是自己的東西被搶走 在我看來應該也只是被莫蘭利用的棋子 讓我陪你失眠 最重要的下集奧恩派終於要滾床單啦 從衣服上來看感覺是奧蘭順利救出 被關在廢棄遊樂園的小恩 然後打包回家滾床單 我本來想說怎麼進度那麼快啊 不過這就是言情小說啊 言情小說一言不合就滾床 完完全全貼近言情小說的特質 不得不說張立昂真的很會聞耶 姿勢100 這個預告看得我臉紅心跳 不過畫面算挺有質感又不酸情 不應等目擊下週了啦 一個星期之後一集真的超難熬的 大家跟我分享一下霸總滾床單 一到十分你給幾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分享按讚加訂閱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 給我下一個星期 tee 下個星期見 戶籃 1字幕其實看得見 1個星期間 1個星期間 1個星期間